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繼續跟大家說說白麒麟的能力分析 再分析台版將會很快推出的瘦神化角色 這個稍後再說 立即開始分析 白麒麟的能力方面 首先被動就反重力和神殺手 這兩個都屬於主被動的 所以神殺手有情技和絕招都可以吃到殺手效果 聚能方面就是反block AB就是反block AGB就是反重 其實這個你也要開始學會 因為 如果你要看得明白日版的攻略網 我相信這些字你也要懂得看 聚能方面還有聖騎士殺手 所以這兩個就是他強勁的地方 就是反重和聖騎士殺手 這隻角色完全可以克制到這個武尊 對 如果你看過我拍的影片 之前的影片其實我都用過白麒麟打武尊 日版的意思 當然 所以我當時用過白麒麟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用的 超級厲害 假設你是木齊反重的角色不足夠 白麒麟會成為你很重要的戰力 可以跟你說 所以這隻角色是對我很重要的 因為呢 你有看過我打22層的八者之塔 是一關木齊 你要帶木齊反重入血打的關卡 我也要問朋友借珠 可惜而知我背包多麼殘念 當然是我沒什麼時間拆射的 不勤力拆射 其實這隻角色就 無論對我這些不齊重的人也好 對大家也好都很重要的 因為這隻是木齊的反重可以極運的角色 對了 來到這一刻 木齊反重能夠極運的角色呢 基本上沒有一隻 我可以告訴你 沒有一隻是好打的 對了 天狗啊 電腦人啊 哇 你聽到都不想練 天狗就可能對應多個飛行 你都會想練的 但是他就超級快一隻了 那麼他一定是 無課金服系的反重裡面 最強勁的存在 對了 而且有反block 神殺手 將來的日子呢 閱讀靈呢 都是非常適正的 那麼就 聖騎士殺手 加上反重就適正這個武尊 對了 那這隻角色就很好用的 對了 那戰鬥類型就反射 還有這個power型 就是力量型 白麒麟是力量型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 都可以的 對了 他就算是力量型也好 那個速度也不是特別 啊 低的 那麼當然啦 力量型 就是 撞到怪的減速率 是 比較大 對了 那 就 但是他的速度 本身就不是特別低的 那所以就 相當之好用的 因為力量型的關係 攻擊力都特別高 那所以呢 那 我 不會因為他的力量型而 令到我對於這些有負評 對了 對啦 有情技方面 三叉的lock on laser 有用過水晶α 這些 靈波麗 黑色 三靈波麗 那你都知道 這個 Laser 有多厲害的了 那加上它是自動lock on 真的 沒有老一點 更加 但是由於是力量型的關係 有情技都會沒有一個 就是 正常的威力的 但是這支三叉的Laser 就算是力量型也好 它的威力也是很高的 對啦 都是很高破壞力的 對啦 都是很高破壞力的 那所以白麒麟 絕對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呢 唯獨我 比較上 覺得順利的 是SS 為什麼呢 它的SS就是自身加攻加速 以及撞到這個同門拉線 對了 那這個絕招配上白麒麟 我覺得是有點慘的 因為白麒麟是力量型 那 你要拉著條線周圍 走來走去 再拿條線攻擊敵人 這個機會性就比較難做到 加上白麒麟是這個 反射 對啦 就算它不是力量型 是速度型 它是一隻反射角色 其實就 配合這個絕招就有少少難用的 對了 那未來的一支日版 我沒有記錯 都是有一隻角色 會是白麒麟這一類的絕招 但是它是貫通 那就不同很多了 我覺得就 對了 那就 但是白麒麟的絕招 如果你是用得好的話 你拿條線去攻擊敵人 是可以做到很大的輸出的 那所以這個絕招呢 我不會說它是廢的 但是就比較難用而已 它破壓力是很高 但是它是比較難用的SS 就是這樣 所以就 白麒麟 總合的評價來說 我是會給很高分的 始終它是超絕角色 你不可能會說它是廢的 除了光超之外 對了 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適正的角色 適正的關卡 其實就 都是這些 對了 我錄下去給大家看 這裡 這裡 對了 還有它作為 即是未來的日治 如果台版出了 這個霸者之塔 去到40層的話 38層它將會 一個很好的戰力 35層就算吧 35層就不會出白麒麟了 22層也是 都很好用的 對了 主要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白麒麟的數值 數值其實血是非常高的 24000血 攻擊力28000 對了 就是這樣 速度就 230 其實你可以當自己用水晶的 那當然 撞到怪的減速率 就 非常之高 但是就 你用下手感 就不會覺得這個角色 太過低速了 這樣 只是就 用來打穴毒的時候 你要小心 其實這隻角色 反衝和神殺手 看被動來說 是很適合打穴毒的 但是它是力量型 其實就 這個真的差一點 對了 以上就是白麒麟 能力的分析 就是這樣 對了 我們馬上不要說太多 轉畫面去 去這個 林芝和樂傑的獸神法 好快啊 OK 等等 OK 先講林芝 那上一條影片都講過 林芝是白麒麟 最適正的角色之一 那它那個 能力值方面 就這裡 能力方面這裡 幻獸殺手L 反傳送 幻獸殺手L 就打白麒麟 打歐玉 還有這個 貫通啫喱的時候 會是很好用的 但是其實幻獸殺手L 在其他的版裡面 都比較難 是 有機會發揮到 它厲害的地方 就是貫通和反傳 在其他版上 會有機會有用的 那 所以這隻角色 其實就會被列為 一個針對型的角色 就是 專針對某些版而設 在這一彈的獸神化裡面 同時也有洛傑的出現 那洛傑的獸神化 就會被分類為 這個繁用性高的角色 那 和洛傑是兩個分別的 絕招 絕招 有13加8 招的 這個飛彈 絕招 即是放這個飛彈 那 如果你用過這個 讓我想想 那隻叫什麼 那隻叫什麼 OK 木場的血戰 那個角色 我忘了那隻叫什麼名字 對了 那我硬殺手的角色 那就是那類的飛彈 那 你有用過其實也會發覺很好用的 那當然啦 主要被動是這個幻獸殺手L 你面對著幻獸的敵人的時候 都可以吃到殺手效果 那 但是我就 那樣東西 真的要到時試一試 就是 林姿那個絕招 究竟會不會 開了之後 給那個 勾肉吸飛彈呢 那這個我真的到時再試一試 不好意思 因為有台版玩家 所以就對於這些東西 就不太熟悉啦 但是整體上這個絕招 也是好用的 對了 也是好用的 那 力量營 當然攻擊力會比較高 那 待會滾下去就會有這個 三維直的 有成績方面能量 還M 好用的 超爆炸好用的 對了 這就是結論 其實都講不到什麼結論給大家 那所以就 那 不知道 絕對大翻身啦 最重要是他拿著 白麒麟 超色正寵的這個 這個 那其實沒有白麒麟 這隻角色可以落地獄的 基本上 對了 可以講的東西就這麼多 對了 那再滾下去了 就有個關卡色正啦 那你看到色正的關卡 就 不多的 不多的 收神化這裡不多的 那但是就 唯獨是 就是打白麒麟是超好用的 對了 可能你真的要 刷這一關 就是刷這一關 你真的要去到 這個 就是要抽 這一隻回來 對了 就是如果你想 短時間來把這個 白麒麟極運的話 那下面就是神殿色正啦 之後下面就是這個 關卡色正啦 就是這個 八尺之塔色正啦 八尺之塔其實就 真的好像沒有一關 真的特別色正 你想想 對不對 那33層就勉強啦 但是你真的有 Alpharon 其實就不需要 用到 林姿的 而且林姿是這個 炮華型 又對應不到 反傷 對吧 所以就 果然是一隻 針對型的角色 你看到它 適正的版本也不多的 對了 那這個就是能力值 三位數值 這裡 三位數值 對了 那血 咦這個血 就不是說特別高 都是只有2萬 但是都合格的 那攻擊力就超高啦 最能成功的時候 有3萬8 那 發動這個殺手的時候 就9萬6 哦 這隻東西真的 攻擊力高到一個點 果然是攻擊 果然是 力量型的角色啊 速度 就合格的 這個速度 其實就力量型的話 這把招的速度不低 我想 不低到鬼魂 其實就已經 算是高的了 不好意思啊 那下來這裡就有 這個獸神法的樂傑啦 你看到其實它的評分是9.5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凡用性高的角色 被動方面啦 那你看到其實原本的這個樂傑 真的是倉管之中的倉管 出現機率呢 在舊時代那時候呢 你抽到蛋都很大機會出到樂傑的 對啦 那我們下來 修神化啦 那上面那兩個真的不需要理會的 就是這個 修神化 那修神化之後呢 飛行 反傳 橫授授授M 那橫授授授M 老實講就不是很重要的 它厲害的地方是它那個 被動 反傳送 加上飛行 說過啦 去到後期的版 就會比較多傳送 還有地雷的 這兩個東西都很大機會會出現的 那所以其實樂傑是非常之好用的 對啦 樂傑真的很好用 而且對應到很多的版 真的很多版 我稍後摸到下去就知道 其實它對應到的版是非常非常多 對啦 基本上它是光屬啦 所以好 基本上全部屬性的關卡都可以出到它的 對啦 對啦 即是不同火水木 那火關 火的話就不能出到 這個水關 那光屬的話 基本上 只要被動是繁用的話呢 它 這隻角色都會很繁用性高的 對啦 那 就 有程技方面 就這個lock on 反射 laser 一向呢 這個有程技都會被人說是廢的 對啦 被人說是廢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又不至於廢到沒有輸出的 對啦 這個lock on的反射 laser 就都 只不過是沒有得 你去到好像黃泉一樣 手動去到疊炮而已 那這個就自動lock on的 就 看回你的牆上面那些敵人的位置去看看你能不能碰到炮 那 但是基本上這個有程技呢 做到大輸出的機會都不是很大 算你碰到炮也好 它的有程技的輸出都不會高得到哪 勁在呢 是它另一個有程技 分 反射分裂彈 那這個有程技就 我沒有記錯好像之前講過 但是就不要緊啦 我們再來也要講多次啦 那 反射分裂彈就是它最強勁的地方 那 威力極高 清起這個 雜魚上來呢 是很好用的 對黃造輸出也很好用的 那這個有程技是 超高威力的 很好用的 絕招就噴這個 飛刀 飛鏢 即是這個加攻加速放飛鏢 這個絕招又很好用的 對啦 非常之 就是不過不失的 我還沒有說到很突出 但是它是一個 都算是好用的 有程技 sorry 是一個好用的絕招 對啦 它就 呃 跟這個水神一樣 絕招 對啦 那我發覺其實就 真的比較多角色 會是用這種絕招 對啦 水神啦 樂傑啦 又是這些絕招 那 好用的 那這些是適正的關卡啦 你看到啦 非常之多 適正的關卡啦 那這裡只是列列了一部分的關卡 對啦 那 超厲害啦 你看到 1 2 3 4 5 6 7 7個超絕 你看看 凡用性多高 雖然就可能有機會 不是 S級的適正 但是呢 你也可以出場 然後有好處 拿到的 OMG 8隻了 這個就 對了 這個就是樂傑和林之獸神法後的能力分析啦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三位數值 平衡型的 沒錯就是這樣 那希望這個分析就幫到大家啦 喜歡的這條片呢 就記得按LIKE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問我 我都很樂意回答你的 那 就 嗯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啦 如果想看更加多分析影片 對了 那 可能我都說話說了比較久啦 因為 上一條片和這條片是同一時間 就是同一個時間去拍的 我說到都沒什麼氣了 那 都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對了 未來的只看我有什麼東西再補充啦 那下次見 拜拜